明日大嶼最新造价5800亿 比原先估算多800亿 人工岛由2个增加到3个 接驳人工岛的过海铁路走线 由屯门、奈河码头改为元朗洪水桥 当局说是要配合北部都会区发展 造价暂时不可封顶 潘耀星报道 上届政府提出明日大嶼远景 在交易州建两个人工岛合共1700公顶 一个近交易州1000公顶 另一个位于隔离的喜宁州700公顶 隔离可以建最多40万个住宅单位 今届政府改了田内方案 人工岛由2个变3个 歪形设计减少对水流的影响 面积粟水比起原方案少700公顶 住宅单位也少一半 最多21万个住55万人 不止田内方案改了 过海铁路走线都改 当年建议由屯门内河码头 经小南、殷澳、交易州人工岛去 港岛西香港大学站 新方案放弃屯门内河码头 改为元朗洪水桥 全长30公里 接驳现有多条铁路线 洪水桥站可转成屯马线 殷澳站可踏东冲线 香港大学站连接港岛线 也会研究在坚尼地城增测转车站 当局解释走线改去洪水桥 是配合北部都汇区的发展 也可以透过铁路联系 提升交易州人工岛的地位 你是完全心目中服务跨境客和北部都汇区 对于整个屯门50万人口 和沿岸的居民 你是完全放弃了 我就跟他说 如果你是这个方案 我就誓死反对 是不可能的事 我没有理由起一条2000亿跨海新铁路 竟然不是可以将它用到尽 那我跟政府说 你要我支持 除非你这条都起 当局预计交易州人工岛田海和基建造价 会由2018年推算的大约5000亿 增至大约5800亿 发展局发言人说 造价面能够封顶要完成设计 才知道建筑成本 卖地收入预测亦因为市况波动 会由2019年估算的9000至1万多亿 减少至7500亿 当局目标在2025年下半年 为田海工程申请撥款 同年年底啟动田海工程 首批住宅单位最快2033年入伙 有线电视记者 潘耀星报道